大家好 我是分析師何吉鼎 最近的盤勢其實真的沒有大家想像的這麼差 前天道瓊指數大跌了1164點 你會發現台股還是穩守在16000點之上 表現真的是相對的強勁 今天520難免會有一些政策性的護盤 所以電子金融都表現得不錯 帶動今天台股上漲124點 指數收在16144點 這一波的反彈行情會持續向上嗎 月線有機會突破嗎 另外這一波電子類股的反彈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把握到 我們的源泰是持續的向上再創歷史新高 短線漲幅已經高達20%了 今天的車用相關的類股族群 可以說是全面啟動 包含了銅製 宜利店 耿鼎都漲停 旁邊上還有沒有一些便宜的 車用相關類股值得大家留意呢 千萬不要錯過今天的節目喔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航海王 好啦 我們要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盤是真的沒有大家想像的這麼差 我還記得啊 在08年的時候啊 郭董曾經說過啊 經濟比你想像中的壞三倍 結果呢就從郭董這句話之後呢 你會發現股市就一路向上 經濟就一路的好轉 所以呢最近有很多的利空消息啊 真的都在嚇大家 把大家的股票全部都嚇得停損出場 那昨天啊又有那個美國啊 那個財政部長 又是前任的FED的主席啊 跟大家講 停滯性的通膨真的要來臨了 因為二屋戰爭的不確定因素太高了 所以呢會有通膨 但是真的如此嗎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分享 來一個好的老師啊 怎麼樣才能幫大家賺錢 其實最重要還是要挑對股票嘛 在挑對股票之前呢 我認為啊更重要的是 你要檢視一個老師 有沒有那個實力有沒有那個專業 你先看他解大盤吧 很多老師啊解大盤就怎麼樣 解盤像月亮啊初一十五他是不一樣 你會發現一下多一下空一下多一下空 對不對 我們完全沒有 我們完全都放在檯面上 可以讓大家印證 你就知道我們對於盤勢的掌握 是有多精準來 我們看一下今天早上 我給大家的盤錢資訊 我們每天早上都有給大家盤錢資訊來 我們早上的盤錢資訊呢 那部分跟大家講什麼 我說行情總在絕望中誕生啊 當所有人都悲觀的看待這個股市的時候 股市的低點就到了 最近你有沒有感覺低點到了 是不是持續的向上 持續的反攻 準備突破了月線了 所以我跟大家講 台股反攻的號角響起了 對不對 電子類股將領軍台股收復月線 電子類股要領軍 我是第一天講嘛 也不是第一天講的 來這是今天的 那你如果要檢視的話 你可以去我的相關媒體頻道去檢視一下 我很多都放在比如說像臉書上 我都沒有改 都沒有刪 你可以去一篇一篇的做檢視 來 這是今天的 那如果是昨天呢 我們來看一下昨天這昨天嘛 對不對 昨天 對不對 昨天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我昨天寫什麼 美股 美股大跌啊 昨天美股是不是大跌 大跌是我說物價維持震盪 沒有漲得那麼兇 所以升級的速度也沒有改變 股市啊 他就是過度反應啊 所以我 我預計啊今天啊 跌破什麼 16000點之後呢 這幾天會什麼 在16000點附近震盪的機率比較高 來 我們的台股的部分 台股有沒有 那一天大跌跌破了16000之後 是不是拉起來 是不是還在16000點之上 完全沒有改變 對不對今天收盤收幾點 16144點 來 我這個是什麼時候講的 是不是昨天跟大家分享的 昨天跟大家分享的 昨天我就已經預告了 就是在16000點附近震盪 差100點嘛 沒有差嘛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盤勢真的沒有想像中那麼差 還有老師最近在開始教人家做什麼 做空 做空 但是我沒有 有沒有 完全沒有 我們只有在前一陣子啊 盤勢比較差的時候 我說啊在低檔持續的震盪 那我為什麼不講走空 因為我是怕擔心啊 就說造成市場新的恐慌啊 我們不要讓大家造成那麼大的恐慌 因為呢我覺得啊 盤勢沒有到這麼差的情況之下 而且巴菲特索羅斯這些股市名人啊 都在抄底 而且是他們長期來看 大家都是贏家嘛 對不對 所以呢盤勢啊 絕對不會那麼差 不會像08年 也不會像2020年新冠肺炎那波一樣啊 持續一路的往下重挫 不會 所以一定會反彈 所以我不喜歡跟大家講走空 如果說真的會走空 我就會擺明的跟大家講走空 來再來我們再檢視一下 5月18號 我不是第一天跟大家強調 5月18號我跟大家講什麼 KD指標才剛開始交叉啊 上漲動能還沒結束啊 短線還有機會持續向上 挑戰前波的壓力線 來 KD指標剛交叉那幾天 來 KD指標我們看一下 KD指標剛交叉是不是在這幾天 對不對 你看一下是不是有沒有持續的向上 來 持續的向上對不對 持續的向上有沒有 對不對 所以KD指標才剛交叉 上漲的動能就還在 他就有機會持續的向上 挑戰他前波的壓力線 是不是又完全命中了 我們又再次命中了 來再來 我們看一下 在5月16號呢 5月16號我跟大家講 台股 不是台股 美股出現了反彈的契機 其實你去看一下美股 美股最近啊 那陣子表現真的很不好 對不對 然後我又跟大家講 本週五就是今天 我已經預告了 我已經跟你預告在前面了 本週五啊 總統就職啊 關股行庫啊 絕對會利手紅盤啊 所以這幾天啊 反彈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短線 今天先挑戰1萬6的關卡 有沒有完全命中 又完全命中 我每天早上給大家訊息 幾乎都完全命中 來我們又沒有 又不是 又不是第一天 你再檢視一下 5月13號來 5月13號 5月13號的部分啊 我跟大家講什麼 美股醞釀一波反彈 台股有望跟著一起反彈啊 對不對 而且我要安慰大家 我說啊股市有漲就有跌啊 不會一直往下跌的 持續下跌的機率不高 所以更何況是什麼 台灣的基本面很好 台股一定會反彈向上 收復私途了 所以你看我一切完全都命中在前面 而且我不是第一天跟大家講說 台股要反彈 我不會跟你講說 要做空啊 要趕快要做空 我沒有 我沒有一天這樣跟大家講的 因為我們都是有所本的 我們不是啊 純粹用技術面 我們會包含總金面 對不對 包含技術面 在我們的分析裡面 才會跟大家分析的這麼精準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早上的部分我也有幫大家 就是畫一些就是圖的部分 你看一下早上 這是我今天早上幫大家畫的圖 所以呢我早上啊 給大家資訊啊 真的非常重要 你還沒加入我們相關媒體頻道的朋友們 現在就加入吧 打開你的手機相機 掃描這兩個QR Code 你就可以分別加入我的 Line跟Telegram的部分 如果你想用關鍵字的方式搜尋 請你打小鼠GD1788 小鼠GD1788 Telegram的部分呢 直接打GD1788就可以了 至於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有臉書的頻道呢 也千萬不要忘記做訂閱喔 打開你的手機相機 掃描這兩個QR Code 就可以分別加入我們的 YouTube還有臉書的頻道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大盤 大盤的話 為什麼我們那麼有把握 跟大家分享說 這一波絕對不是一個空頭 最主要的原因啊 我們要去思考 其實我這每天都在講 你去思考一下 這一波台股的向下跌啊 為什麼會向下跌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最主要的原因啊 就是升息嘛 那美股美國為什麼要升息 最主要原因就是要控制通貨膨脹 對不對 因為大家可以感受到 最近物價都在向上漲啊 對不對 物價持續向上的話 那聯準會啊 就必須要控制 因為這是全球央行最主要的目的 因為如果一個國家的貨幣啊 持續向上漲啊 就會造成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的話 大家就會非常的痛苦 會對經濟來講會有反效果 來那也就是說呢 美國升息是因為要控制通膨 那通膨有持續嗎 那我相信很多節目啊 都會跟你講 或有很多老師都跟你講 CPI CPI PPI 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CPI PPI都是什麼 落後指標 因為呢它都是一個月統計一次 那我們要看最新最新的指標是什麼 就是原物料的價格 原物料價格好幾個禮拜之前啊 我就已經跟大家分享過了 你從黃豆玉米小麥 其實你會發現黃豆玉米小麥 價格都沒有持續性的再創歷史新高 尤其是啊 我們從兩個原物料來看 一個叫做小麥 一個它叫做原油 為什麼我們從這兩個來看呢 第一個嘛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造成通貨膨脹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疫情嘛 還有戰爭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戰爭的部分呢 戰爭的部分因為俄羅斯跟烏克蘭打戰 那俄羅斯跟烏克蘭呢 全球小麥供給來講是佔三分之一 所以呢這兩個國家打戰打起來啊 對全球的小麥來講啊 供給絕對會變少的 供給變少的話 理論上啊 小麥的價格應該會持續向上漲 但是沒有 沒有就是沒有 那你說 聯準會有需要持續大幅度的升息嗎 物價會相對受到控制嗎 再來 俄羅斯大家都知道 它是石油的供給大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 原油有持續的大漲嗎 沒有 原油就在區間震盪而已嘛 原油就在區間震盪而已 原油完全就是區間震盪 沒有持續性的大漲 如果說今天 今天如果說 原油的價格是突破前波高點 一路向上 一路向上 甚至是有可能是突破200塊 突破300塊 大家不要覺得不可能 1979年到1983年 那個時候石油危機啊 他們那時候的油價是從十幾塊 漲到五六十塊 漲了三四倍 對不對 那你說漲三四倍 我們原油價格 平均來講 近十年來平均應該在60塊左右 60塊左右 這漲三倍180 有沒有可能 其實是有可能 但是有沒有 完全沒有 原油的價格 還是維持在110附近區間震盪 那既然原油的價格是守住的 就是沒有持續性的大漲 連準會沒有必要持續性的升息 不會持續性的升息 有什麼證據 大家可以看到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已經開始向下滑了 也就是說 代表說他們的市場也認同 美國不會持續性的大幅度的升息 美國只要不會持續性的大幅度的升息 其實對股市都是有利的 所以你會發現 最近不管是什麼巴菲特 索羅斯 這些過去大家看到的股市的贏家 都在這一波在抄底 為什麼 因為他們也看到 我看到的一模一樣的東西 原物料沒有持續性的上漲 美國就不會大幅度的升息 那這一波的下跌就是什麼 市場性的恐慌 而且說真的 美國也升息幾碼而已 這個月是升息兩碼 上個月升息一碼 總共升息三碼 總共升息三碼而已 對不對 對整體的資金來講 並沒有緊縮的太多 只有稍微的性的緊縮 整體的資金還是比較多的 還是算多的 整體資金是充足的 所以股市在底部震盪之後 還是會向上的 這是不變的 因為市場只要有資金 就會帶動股票 帶動房市持續向上 因為我們都知道 股票為什麼會漲 買出來的 要有資金去買 它才會漲嘛 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台股的部分 也絕對不會走空 因為台灣的基本面 本來就很好 出口連22紅 上市歸公司 都持續的再創新高 電子類股慢慢回穩了 電子類股的話 我們就可以觀察到 之前為什麼觀察到 電子類股是回穩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2303的聯電的部分 在這一天回穩的時候 我心裡就覺得 大概有個底了 電子類股應該要回神 因為短線上來講 跌幅也跌太大了 對不對 所以這一根跌之後 我就在觀察幾天 觀察三四天你會發現 股價都在這一根 紅棒子上面附近震盪 你就知道了 電子類股資金應該回流的 所以我就覺得 台積電的部分 既然聯電能回穩 台積電也會回穩 你看一下台積電 是不是也跟著就回穩 對不對 所以台積電回穩的話 同個類股族群會同漲同跌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6770的 6770的那個利基電的部分 是不是也是持續向上 底部已經出現了 這是不是就是底部 底部出現了持續的向上 所以我就很明確的跟大家講 資金已經重回電子類股了 電子類股啊 即將出現反轉的契機 所以我那時候幫大家做了一個什麼圖 做了這一張圖 我說電子類股啊 即將出現反轉的契機 新一波的行情即將要啟動了 這一張圖我相信 你有在一直看我節目 這張圖我幾乎可以說是每天用的 我們不會像很多老師 每天改圖改圖改圖 為什麼要改圖 因為它不準嘛 我們為什麼不用改圖 因為我們精準 就是這樣子 好所以呢我們再看一下 既然外資啊你會發現 美國不會持續性的升值呢 不會持續性的升值 那外資呢 外資就不會一路的賣超 我們可以發現啊 外資賣超的幅度已經開始縮小了 我們可以看到 5月6號呢 那一天台股大跌了287點 那一天呢 我們可以看到外資賣了236億 那到最近呢 你會發現 5月19號台股跌了多少 台股跌了276點 那外資才賣多少 136 如果說呢 你看一下這邊 跌了276點 照之前的比例來看啊 理論上啊 外資應該至少賣200億 但是沒有 而且呢 新台幣貶值的幅度 也是越來越小 所以新台幣不會持續的貶值 新台幣既然不會持續的貶值 外資就會買回來 我們可以從外資期貨 未平常的口數的部分呢 就可以知道了 外資的未平常口數呢 已經從什麼 從空翻成多了 所以呢 證明了外資也慢慢在進場做多了 好所以我們從技術面來看的話 技術面很簡單 你看一下 跌下來之後 萬六馬上收起來 萬六有明顯的支撐 所以我覺得這幾天啊 台股啊 如果你要去看 月線的話 台股應該要反彈 挑戰突破月線 這幾天就是下禮拜 下禮拜的部分 滿有機會 持續向上挑戰月線 那在這個時間點呢 那你應該做什麼事呢 我覺得在這個時間點 反彈就是最好的換股時機啊 所以呢你就是要換股 你要怎麼換股呢 我覺得最好的換股方法 最沒有敢的換股方法 就是平行轉移 也就是說 你本來的股價是60塊的 然後你又換到另外一檔 是60塊的 你這樣就好像 一樣的股票你換一個名字 然後呢換一個更有機會的股票 是最好的 但是平行轉移啊 不見得一定每次都可以 那你要換股 有時候你不小心 你要找到比較強勢的股票 結果比你要換的股票 價格更高怎麼辦 所以呢這時候你需要什麼 比較偏低價一點的股票 偏低價一點的股票 比較能讓你去做換股的動作 好所以呢這一波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看要換什麼股票 怎麼換 所以呢我給大家一個訊息 就是說 電子類股即將反轉 所以呢你要找的就是電子類股 所以電子類股的部分 這一波我們找的是什麼 元泰 那我們為什麼會找到元泰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我們用什麼方法 我們用一個面面俱到的投資方式 就是什麼 總積面 基本面 技術面 消息面 總積面我跟你講台股沒有那麼悲觀 會向上 那整個類股族群呢 電子類股要反轉了 所以你要去找電子類股 基本面比較好 技術面呢全部都向上的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找元泰怎麼找到的 就是電子子相關的類股族群 你會發現 除了元泰之外 九正也表現得不錯 金鴻也表現得不錯 電子子相關類股族群 全面都向上 那既然全面向上的話 我們大概要找一個 基本面表現最好的 那時候我就找到 基本面表現最好的 技術面表現也相對強勢的 就是元泰 元泰的部分呢 你會發現 你看5月16號這一根 紅吃黑 紅的一根紅棒吃掉所有的黑棒 這就是轉強的訊號 轉強的訊號 後續就有機會持續的向上 你看轉強之後漲 對不對 今天是不是突破了 200塊的一個整數關卡 對不對 你看一下是不是持續的向上漲 而且呢其實元泰 我們也不是第一天幫大家介紹 我們元泰呢 5月10號 5月10號的部分 來5月10號是不是就跟大家講 這邊5月10號嘛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5月10號的影片 不是開玩笑 你看那時候我會跟大家講 你看這邊震盪不跌是有機會向上的 而且呢我們這禮拜 我們的LINE群組啊 我們的LINE群組 我們跟大家講說 我們的LINE的盤後啊 都會給大家一個特別的盤後 盤後的部分呢 我會精選一些什麼 精選我認為比較有機會的股票 你看一下5月16號 我是不是跟大家講元泰 元泰我跟大家講說 技術面有轉強的跡象 你看一下那天我跟大家講兩檔股票 一檔是元泰一檔叫做東檢 東檢我只跟你講說持續打底 有沒有跟你講說反轉沒有 所以其實我們每天都有介紹一些蠻多不錯的股票 可以跟大家介紹 你看一下到幾天前 我也跟大家講有沒有 這邊也有元泰有沒有 還有哪一些股票對不對 居民民陽民安也有跟大家講 所以呢我們給大家的一個 LINE的一個盤後資訊呢 真的比起盤前啊 我認為還更重要 因為盤後資訊有些時候我會覺得 有不錯的股票 我會放在LINE上面當作盤後 所以呢你真的如果沒有加LINE的話 這個是免費的平台 你加入其實是免錢的 你不用加錢對不對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知道 現在盤面上還有什麼股票可以操作 真的建議你要加一下LINE好不好 直接打開手機 相機掃描這個QR Code 然後呢或者是你想用關鍵字的方式 搜尋呢請你打小鼠GD1788就可以了 好所以呢我真的覺得是加入一下 反正也是免費的 好來所以呢我們跟大家講 這一波我們就找到就是元泰 元泰就持續的向上 那重點是元泰已經選完了 還有沒有別的股票 那至於選股的部分 我還是比較建議啊 你要選股的話 建議要選相對強勢 你也不要去選相對弱勢的 你看相對強勢的股票 第一個在大盤下跌的時候呢 他能力勢相對抗跌 大盤小小的反彈 他漲的就很多對不對 那等到大盤呢你看一下 這一波大盤的持續向下 他有逆勢抗跌 大盤反彈之後呢他就大漲 所以呢我認為要找股票 還是要找相對強勢的股票 好講到這邊的話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來整體來講啊 我們的操作策略應該要怎麼操作 其實投資來講 就只有兩種操作方式 第一種操作方式叫做長期投資 另外一種方式叫做短線跟波段的操作 我們先講長期投資 長期投資這個是相對來講 是比較簡單一點點的 但是需要耐心 長期投資的話我跟大家講 長期投資就是啊 你要去低檔減便宜 跌得很深 跌得越深越好 這時候你就要去檢視一下他的基本面 基本面如果很好建議啊 你去找殖利率至少有 比如說5% 4%5%的殖利率 本益比呢 至少也要10倍12倍左右的 本益比會比較好 你去找這兩種股票 然後應該說這兩種條件 然後你去看一下他的月營收 他月營收有沒有能持續的維持的穩定 也就是說他長期的獲利都是非常穩定 這種股票 就值得你長報 那長報的話 你說要報多久才能大賺 這沒有人能說得準 有可能是三個月 也有可能一個月 壞一點也有可能一年兩年三年 巴菲特都目標至少三年以上的 如果說你等不下去 等不下去的話 那就只能波段操作 那如果說你要等的話 其實我們節目也有跟大家講一些標的 是值得大家去等待 比如說像上個禮拜呢 我們每一個禮拜都有寫一些就是週報 上個禮拜週報部分我幫大家介紹 群聯 聯勇 聯羊 齊邦 上禮拜因為盤勢比較不穩 我給大家的一個是比較偏長期的投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不管是群聯 聯勇 聯羊 齊邦 這個禮拜 全部都上漲的命中率是100% 對不對 這是我寫在168了 那我也寫在什麼 聚亨網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聚亨網我那時候就寫 群聯 聯勇 聯羊 跟齊邦 尤其是聯勇 其實他真的殖利率很漂亮 殖利率12% 群聯的部分殖利率有6%沒有12% 你看一下是不是上禮拜5月14號寫的 對不對 所以呢這就是一個長期投資的方法 那短線呢為什麼我常跟大家講 選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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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 因為說真的在短線上來講啊 短線上來講的話 沒有人能操作勝率是100%的 即使包含我本人也一樣 我跟你講如果有人跟你講說 你跟著我只要做 完全就是命中 100%命中 那絕對是神棍 對不對 那絕對是騙人的 好不好 其實說真的做短線的話 難免有會loss掉 那重點是什麼 你loss掉 你輸掉了 你要換過去你要換更有機會了 能讓你把之前loss掉的 對不對 能換回來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這一波來講呢 我覺得台股剛好要反彈 台股反彈了以後 我相信很多股票 都開始反彈了 比如說像連面板都開始反彈了 所以在反彈的過程當中 你就去檢視一下 很多股票如果說跌得太深 反彈的話你就觀察一下 反彈到月線 反彈到季線 KD指標到80的時候 你去數 你數個3天 4天 5天 如果335個交易日呢 都沒有辦法持續再創新高 這個時候 就是你最好換股的時機 因為至少你不是出在相對的低點 比如說 上個禮拜有跟大家講說 有上市歸公司把台積電出在505 你看他就是不會看嘛 出在505 2330 出在505不就是 506 對不起是506 出在506不是出在相對的最低點 而且出非常多張耶 你看專業的投資竟然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投資來講呢 控制你的情緒是更重要的 所以呢 現階段來講呢 我認為現在是一個最好最好的換股時機 因為你手上的股票應該有很多都開始反彈了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這一波你要把握這一波的換股時機 你可以採用什麼 平行轉移或低價股 那至於要換什麼股票 我們跟大家講 我們就是用一個面面俱到的投資方式 我們就像元泰一樣 對不對 我們採用總經面 基本面 技術面跟消息面 幫大家挑出了元泰 怎麼挑的我這幾天也跟大家講得很清楚 那重點是什麼 你一定要堅信基本面技術面 你一定要兩樣都用 你缺一不可 你缺一啦 有可能命中率啊 就可能會大幅度的降低 你不要小小小看啊 降低個20% 如果你多蹭幾次啊 可能就可能從贏家變成輸家了 所以呢 你一定要把所有的因素 全部全部都考慮進去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其實這一波來講啊 這一波電子類股 我們很早就開始講說 電子類股即將要反轉向上 那上一波是漲什麼 上一波漲農糧 農糧干聯股東檢惠光 也是我們節目先開始講的 然後後面很多節目在跟著我們講 對不對 那有些老師就是堅持電子 電子 對不對 我們就是 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 什麼股票是主流 我們就做什麼 所以現在來講 電子類股是比較有機會的 那漲價類股的部分啊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像 居民啊 民洋民安這些高爾夫球漲價 解封的題材的部分 你看一下都漲一波了嘛 對不對 其實啊不管是居民 民洋跟民安 對不對 都漲一波了 那最近來講 因為盤勢剛從低點反轉向上 有可能會再撤一次底 所以在這種時候啊 強勢股啊 有賺錢的要趕快先獲利了結 所以我昨天啊不管是 民洋民安跟居民 我都寫了一個S 如果你有跟著我們節目 跟著我們的節目不掉的話 對不對 那我會建議你啊 獲利了結吧 昨天19號就跟大家講獲利了結 果然獲利了結 你看今天是不是收黑 今天是不是收黑 對不對 今天是不是收黑 又是完全命中了 又命中了 對不對 好所以呢在這個時候啊 你要去思考的是 還有什麼股票可以去做 還有什麼股票能幫你逆轉勝 幫你平行轉移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們昨天有跟大家講 MUSB的相關類股啊 捷利大中 富鼎跟尼克森啊 我們可以看到 尼克森有沒有持續的在向上 有啊 富鼎今天有沒有突破 110 有沒有 表現有沒有很好 來這個類股族群的話 你看一下他本益比 10倍 8.8 9 8 這個類股族群我都幫你整理出來了 本益比也跟你講了 對不對 好你看殖利率的部分 5% 5% 6% 你可以怎樣 如果你做不太想冒險 你可以不要選這個 1.95%的殖利率的 你可以選其他三檔啊 對不對 好所以呢這個類股族群表現的 就相對的蠻強勢的 好另外還有什麼類股族群 昨天我也跟大家講的什麼 10英元件相關股票 10英元件相關股票包含什麼 泰義 對不對 西華 經濟都是10英元件相關 來我們看一下泰義的部分 泰義今天漲幾% 有沒有5% 漲5% 是不是昨天也跟大家講的 基本面很好 基本面真的很好 昨天有跟大家講過 泰義的基本面怎樣 持續的向上來 泰義是哪一條線 泰義是黃色 我們可以看到泰義是不是黃色 這是泰義的那個EPS的部分 泰義是不是黃色 來我們來觀察黃色這一條線就好 黃色這一條線在這裡 是不是一路的向上不斷的再創新高 來股價什麼股票 股票最會漲 有未來性的 有成長性的股票最會漲 對不對 所以呢泰義的部分 你會發現他獲利一路的創新高 所以呢他股價就很有想像空間 大家對他未來很有夢 而且呢他最近來講是受到 因為泰義來講他在中國那邊有很多據點 泰義那邊有很多據點的話 你看到中國封城對他來講應該是會有影響 但是你會發現他第一季的獲利完全沒有影響 完全沒有影響 所以呢現在中國正在逐步的解封 解封完之後呢 泰義的業績是不是又會拉起來了 所以泰義也是蠻值得大家去注意的 好那至於今天盤面上啊 大家一定所有的焦點都在哪裡 車用對不對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車用啊 包含什麼東洋是不是持續向上 對不對 4529純升漲停 對不對 純升有沒有看到漲停 3552同志是不是也漲停 對不對 來我們再看一下 還有大重控的部分 車用電子的大重控 大重控 大重控是不是也漲停 所以呢我們就要看一下 今天還有沒有什麼 車用相關的類股族群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來車用相關類股族群真的是蠻多的 來包含新唐也是車用 還有打入車用 我們可以看到 新唐的部分最近台股大跌 他老兄幾乎也沒跌 就在這邊震盪 今天震盪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175塊是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壓力 那他本身呢其實說真的 他的營運啊真的是還不錯的 蠻值得大家去留意的 我們來看一下 新唐的部分 新唐他本身的那個 這個毛利率營運率啊各方面的獲利啊 都還是維持在相對的高點 我們可以看到他獲利能力 來美股盈餘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一下 來美股盈餘在第一季的部分 是不是再創歷史的新高 來這邊看得出來吧 第一季賺2.87塊 是不是再創歷史的新高 看得清楚吧對不對 所以呢其實啊新唐他的營收真的 應該說他的EPS非常的漂亮 我們來看一下營收的部分 來我們來檢視一下他基本面吧 營收是不是維持在相對的高點 完全沒有改變 營收維持在相對的高點 完全沒有改變 所以呢這檔股票就是一檔基歐股 那基歐股的部分 所以我們還是要尊重技術現行來做操作 我們觀察一下 台股在大跌的時候他老兄沒有跌 沒有跌呢甚至呢 有機會會突破175塊 所以未來呢175塊就是一個關鍵 我們投資朋友們可以去觀察一下 如果突破175塊呢 大家可以再去觀察一下 另外呢盤面上還有什麼車用相關的類股 是值得大家去留意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所謂的大眾 大眾控大眾控 一粒電 英記 來我們剛剛不是跟大家講 同一個類股族群會同漲同跌 大眾控 英記 還有一粒電的部分呢 他就是車用抬頭顯示器 車用抬頭顯示器的部分 今天大眾控漲停 一粒電一度是漲停 英記是一度的漲停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以技術面來看的話呢 他們短線上來講 大眾控來講跌幅已經構成了 一根漲停之後 短線上蠻有機會持續向上 這就是所謂的什麼 紅吃黑 一根紅棒吃掉所有的黑棒 轉強 轉強之後呢 短線是蠻有機會持續的向上的 對不對 這是轉強第一根嘛 底部轉強第一根 底部成型 來一粒電的部分也是一樣 紅吃掉所有的黑 而且填補了這邊的跳空缺口 填補了這邊的跳空缺口之後呢 來這就是股價有轉強的訊號 股價有轉強訊號的話 而且今天有帶量 帶量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一粒電跟大眾控都向上漲 所以這兩檔類股族群呢 大家就可以注意一下 下禮拜呢 有沒有辦法持續的向上 那如果我們要 以這兩檔股票來做比較的話 哪一檔會比較稍微好一點點的話 我們可以看一下 大眾控 來大眾控 還有一粒電的部分 來這兩檔比較一下 你會發現啊 最近來講表現比較好的是 有沒有黃色 黃色的話呢 來是大眾控 藍色是一粒電 所以呢長期來看 最近一粒電向上之後呢 他的那個EPS啊 都是賺銀一粒電的 所以 欸對不起 是一粒電賺銀大眾控 一粒電是賺銀大眾控的 所以呢我覺得這個時候 大家就可以比較去觀察一下 一粒電 要不要去觀察一下說 下禮拜有沒有辦法鎖住 80塊的一個整數關卡 大家可以再去觀察一下 或者是呢 你如果不知道怎麼觀察的話 可以持續鎖定我們的節目 好再來呢 還有什麼 車用相關類股 大家應該知道 以前有一個類股族群 最近大家很多老師在講的是台辦 就是所謂的車用二極體 最近大家都在喊台辦 因為台辦呢 這一波是有一波的漲勢 你看漲上來之後 就在這邊震盪震盪 準備再創新高 那車用二極體還有什麼 包含了台辦 德維 強茂還有蓬城 以前大家都是看蓬城的 好那我們來比較一下 基本面的部分的話呢 基本面的部分我們看一下 基本面台辦 蓬城跟德維 我們直接看一下 現金殖利率的比較的話 你會發現這一波 有一檔股票真的是 相對來講比較委屈 你看一下台辦 蓬城跟德維的話 哪一個 哪一個殖利率比較高 是不是強茂 強茂是不是殖利率比較高 3.8% 我們再看本益比的部分 來本益比 本益比的部分來看的話 來本益比 所有的本益比 有沒有幾乎都在哪裡 19倍 31倍 35倍 只有強茂 本益比只有多少 13.4倍而已對不對 只有強茂 他的本益比是13.4% 所以強茂來講 短線上股價真的是非常的超值 因為呢 他短線上來講 股票跌很多跌很深 你看一下 是不是跌很多跌很深 而且呢 底部已經打了一個W底 然後呢 前波的壓力線是80塊 前波壓力線80塊的時候呢 你看一下 最近來講是不是佔上80塊 所以股價是有轉強的跡象 是蠻值得大家去注意的 好那我們再看比較一下其他的部分 我們比較一下那個財報的損益表的話 我們直接看一下 從營業收入的部分 營業收入表現最好是 綠色跟黃色 綠色跟黃色是哪兩支 強茂跟台辦 毛利率呢 也是一樣強茂跟台辦 是不是綠色跟黃色對不對 那稅後淨利率呢也是一樣 綠色跟黃色 這是從純益上面去做比較 但如果你從獲利能力去看的話 其實你如果從獲利能力去看的話 你會發現還有一檔股票 其實表現也不錯 那也是很多老師在跟大家講的 就是什麼 德維的部分 你看一下德維 毛利率是持續的向上 營業利益率也是持續的向上 最後淨利率也是持續向上 所以呢在這邊啊 我會跟大家講 如果你要觀察車用二極體的話 你可以看的是強茂 還有哪一檔 還有德維 德維的部分也蠻值得大家去觀察 只是德維的話我已經幫大家 把那個什麼壓力線給畫出來了 德維的壓力線就是在325塊 325塊如果都沒有遲遲無法突破的話 這個類股族群甚至是台辦 我覺得大家就要稍微小心留意一下 所以呢整個車用啊 車用相關的類股族群啊 大概可以去注意的就是 新唐德維強茂對不對 還有剛剛跟大家講的什麼台辦 台辦的話也是值得大家去留意的 但是如果說呢 你真的不知道要做什麼股票啊 其實啊你會發現喔 我們上禮拜跟大家講的十英元件啊 其實表現也正式要起步 比如說像泰義啊對不對 泰義的部分也是向正要起步 還有尼克森啊還有副鼎啊 都準備要向上啊 這些股票都值得大家啊 可以考慮可能是換股的一個標的 一個對象 所以呢我們的絕處逢生換股班啊 就是趁這一波啊 反彈的時候幫你換什麼 幫你把弱勢股換成強勢股 那什麼比較值得大家去留意的 剛剛跟大家講的 電子類股是這一波的主流 所以我們要換的話 最好就是換電子類股 那至於電子類股有哪些可以換 剛剛也跟大家介紹 有可能是什麼 有可能是泰義 有可能是副頂 有可能是上昨天講的什麼 昨天跟大家講的資源 有很多電子類股 其實現在都準備要起漲了 如果你不知道哪一檔 想要跟我們一起做操作 換股的話呢 可以加入我們的團隊 可以透過下面的電話 或透過我們旁邊這個LINE 來直接跟我們聯繫 今天節目到這邊 我們下一週見 我們下週見